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人家穿西装摸沃沙比的 说了半天 但是我还是听不太懂什么费事 和牛占惊不过吃 迪拜的夏天真的是太热了 今天来到了一家 我愿堪称是迪拜寿司界的创意天花板 是人均将近两天的套餐 看看到底值不值 擦一下瘦 我想吃那个和牛 好好 太浮沙了吧 和牛占金箔吃 还行 我看你挺能 它这个上面裹的是昆拿笠拌的一个沙拉 我吃到一股金神的嘎嘣碎 我才发现它上面也是有金箔的 你说我吃这么多金箔可以补钙吗 这金箔是带脱衣 我看你缺钙 这个是金铲大肥吞拿 这个肉好滑 非常快一点点甜甜的 酥丝甜香 这个好好吃 这个应该是牛肉 不太熟的牛肉 放在嘴巴里热一热就熟了 这个好好吃 这个真的不行了 这个好好吃 蟹肉 牛油果沙拉 好大一坨 这个沙拉好好穿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人家穿西装摸沃沙比的 你之前见过吗 反正我之前没见过 厨师说要跟我们讲解一下这道鱼 Lady go 我们有西巴士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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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黑松 我认识什么叫黑松 今天大你知道吗 这个真的很适合 下来他会把炸焦的边边全部切掉 迪拜刀法 第一层是一个日本鱼饼炸过的一层脆皮 然后中间是吞拿鱼的大鲜 可以跟脆融合在一起 就是东西神奇的组合 口感情绪好疯哦 我们再来吃它这个 现磨的芥末它吃起来就没那么呛鼻 但是它会有一种来自芥末这种植物的天然香气 哇 它是一个海底味的很萌啊 上是整整一盒于质酱 质酱一定要放在什么手上吃 虾酱一定要放在什么手上吃 但是我觉得吃饭这个东西还是 大家以他们开心的方式吃就好了 个人有点咸了我觉得 这套吃下来是式ей辰 我刚刚还说人均两千 这是说烧了 豪华套餐 什么 A5级顶级和牛 配上鱼籽酱喝海胆 我之所以要说他们家的心是这样 卷的是一层豆皮 芝麻豆皮 这是台湾呀 日本那边特别流行 吃寿司一种方式 好好吃 好吃 这个很好吃吗 手拿上快吃面 是每次大好吃的地方 挑战在迪拜每天是不重要的 周期指数九颗星